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15号,星期一 今天有一些新闻值得大家关注 一个是昨天在华盛顿大规模的,据说有百万人的游行 但实际上我到现场看了以后,我个人的估计大概二三十万人 也有人说有五十万人 这样一场大型的支持川普总统连任 支持调查舞弊现象,也就是大选中有可能出现的作弊 这样一场和平的大型的示威,游行,集会 美国的主流媒体没怎么报道 然后大量的自媒体把视频,把相关的照片都放在网络上 当然也有一些媒体到了现场 但是却没有进行如实的客观的报道 据说福克斯电视报道说只有一万人参加了游行 这显然是谎言 他们有意去拍摄一些没有什么人的街道 但是后来有直升飞机在空中拍摄的图片 还有一些视频可以看出这个人流非常的集中 远远不是几万人可以概括的 起码是几十万人 究竟是几十万人还没有精确的统计 而且昨天在游行结束之后 黄昏的时候出现了多起那些 或者称为黑命贵运动 也就是Black Lives Matter那样的一个组织 还有一个Antifa组织 他们袭击这些参加游行 参加集会的人 只要你穿着服装上面有那样的一些标记 有些文字 戴的那个帽子是让美国再度伟大的那个红色的帽子 他们都会对你进行攻击 所以呢 昨天我们看到了一些视频上面有很多殴打一些老人 甚至攻击带有孩子的妇女 那么今天呢 我们又看到一个新的消息 说昨天晚上在白宫附近的一家饭店 有一些这个参加集会游行的人 他们坐在那吃晚餐 结果被黑命贵运动和Antifa的一些分子 他们用爆竹 用爆竹就是袭击这些人 所以造成了这个一定的损失 然后这个黄盛顿警方迄今为止已经逮捕了二十多个人 这二十多个人都是涉嫌攻击 攻击这样的一些参加集会的人 那么现在逮捕了这个放跟爆竹有关的烟花的有关的一个人 是二十六岁的青年 他被指控的罪名就是采用危险的武器对人进行攻击和骚扰 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呢 正在处理之中 但是媒体没怎么报道 所以呢川普的川普总统的女儿 Yvanka表示了不满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到福克斯新闻报道的这个消息 本来是昨天发生的事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现在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消息 总算是有报道 另外美国航空航天 就是这个宇航局吧 NASA宣布 他们于今天 就是实际上是 应该是昨天 对吧 应该昨天 但是昨天天气不好 但是今天发射了一颗 就是载人的飞船 是载人飞船上面 载有四名宇航员 其中三名是美国人 一名是日本人 他们将在空间要逗留六个月时间 所以进行了非常了不起的一项这个实验 那个这个飞船呢 叫SpaceX 如果没搞错的话 应该是由这个 Elon Musk那家公司发射的 那家公司非常了不起的民营企业 对吧 这个一个是首先 他们的那个汽车 也就是说所谓无人驾驶 有无人驾驶功能 这样的一种电子 新型电子车已经风靡全球 而且呢也帮助 除了这个在美国本土以外 也在中国设厂 还要在印度设厂 那么他有很多项重大的发明和重大的这种 应该说改变人类生活的这些做法 还有一个想法到现在还没有付诸实施的 就是那种快速的移动工具 或者讲是隧道列车 就像一个管子一样的 从假如说从洛杉矶到旧金山 那么远的路程 本来是要五六个小时的车程 他能够把它缩短到半小时 那就做这种隧道 高速的隧道 据说是超光速的 但是这个实验早就进行了 什么时候完成还不清楚 所以那个Elon Musk被称为是一个天才 有的人把他跟当年的艾迪森相提并论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是期待着这个公司呢 能够有更多的更好的发明 然后呢在朝鲜 这几天朝鲜呢 也就是在15号 这个朝鲜召开了一个会议 金正恩的亲自主持 这个会议里边一个是强调要进行防疫 也就是要对付新冠病毒 他们还制定了一个80天的所谓战斗计划 怎么样来有效的阻止新冠病毒进入朝鲜 影响到朝鲜的生命健康 就是普通人的生命健康 这点恐怕是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些传染案例 他们才做出了这样一个紧急动员 因为我们知道朝鲜在这个新冠一发生 他们就及时的这个封闭了国门 几乎中国人是没有办法进入朝鲜 那么现在是不是放松了以后又出现了感染的案例 我们不清楚 尤其在这个会议上还高调的去指责批评了 平壤医科大学的 平壤医科大学党委的这个严重腐败犯罪行为 这到底什么样的严重腐败犯罪行为 好像新闻报道里边没有详细的披露 因为朝鲜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度 这种专制统治里边有很多的信息都是不公开的不透明的 外界不为所知 所以现在可能在朝鲜内部还是有一些 在他们看来不是非常忠于领袖的一些犯罪行为 那么中国现在这几天习近平在干什么呢 在这个长江的沿岸城市视察发表指示 强调要搞好长江经济带的发展 实际上我就觉得非常搞笑 就是说中国的领导人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发表一个重要的讲话 好像搞得很玄妙了不起的这种高屋建林 脑袋瓜一拍又想出了一个什么绝招 说是号召全国人民要按照他的办法去搞经济 所以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一段强调某一个方面的重点 那么现在最近在强调要搞好长江经济带的建设 难道他不说习近平不说大家就不会建设了吗 就等在那等着吗 所以你看到一个专制的这样的一个 靠一党专制垄断资源的国家 他们对经济建设不是靠经济自身的那种规律 和自身的这种发展不是由经济行为者的主体出发 而是通过党控制资源 控制国家资源然后来控制经济 然后整个经济的发展要由党的最高领导人说了算 这就非常可笑 所以习近平为了推行这种所谓的战略 他的那些高层领导必须陪着他 什么韩正啊 什么农业部的部长啦 国家发改委的主任啦 相关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啦 还有这个分管经济的其中的一个副总理刘鹤 这些人都是陪同的 所以就感觉搞起这些东西来非常好笑 非常搞笑的一些事情 都是按什么来治国 就是最高领导人说的就是最高指示 他说该怎么搞 大家就跟着怎么搞 那么现在这个美国的大选 就是被中国人嘲笑 中国官方的媒体嘲笑说 这搞来搞去的 结果出不来 但是呢 中国外交部在13号 也就是说在大选选举日 11月3号 他没有表态 就是在10月4号 当时就有一些媒体报道说 拜登赢了 然后呢 一直等到11月13号 外交部才表示要向拜登祝贺 但是仍然没有提及习近平 直接向拜登表示祝贺 所以这还是做了最后的保留 那什么时候才会 由习近平本人来发贺电呢 我想大概看到目前美国这个 在关于大选舞弊的现象 还在调查之中 包括法官 联邦法院的法官 也是准许一些相关的核查工作 所以他们肯定还不会那么早的 就正式的表态 尤其是不能让习近平亲自表态 所以这个事情呢 大家说要等到12月14号 就是选举人团投票的那一天 也许能看出胜负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那要等到1月6号 最后由国会最后裁定 所以说我们现在不用着急 像当年这个小布什和格尔那场大选 是等了37天才核查清楚 才宣布的 所以现在呢 才刚刚过了10天多 所以我们不用着急 慢慢的 而且这两天 每一天都有新的消息出来 比如说一个叫 Sydney Powell的 这个资深的女律师 也是检察官 她是非常有影响的 有很多美国重要的案件 都是她去辩护 参与这个司法调查程序 所以这次呢 她成为川普总统的 律师团队中的议员 那么今天她接受福克斯电台 电视台这个采访的时候 说就是说 这个有关大选作弊的证据 已经掌握得相当的充分 所以呢 她现在还不太方便 把这些细节向公众披露 但是到时候会在法庭 或者在相关的公证会上会提交 而且她说了一句自信满满的话 她说我从来不说 没有证据的 没有把握的话 那就说明她已经是成竹在胸 现在据说涉及到这个 用Dominion这个软件 作弊的州 已经达到了三十几个州 甚至还有一个说法 说如果把一切都调查清楚 把一切作弊的舞弊的行为 这些因素都扣除掉的话 那么川普赢得五十个州 都不是一个 好像天方夜谭的事情 而是很可能是一个现实 所以这种说法呢 我们的很多人可能 尤其是那些反川的左派 是绝对不愿意承认的 听都不愿意听 那么即便是支持川普连任的这些人里边 也是半信半疑 但是居然有这样的一些 说得非常肯定的这样一个说法 包括川普的律师团队中的多位成员 还包括前纽约的那个 纽约市的市长朱利安尼 也是川普的过去担任过川普的私人律师 所以他现在也是信心满满的说 这个舞弊的现象非常的突出 所以相当的有把握 可以把这个大选的局面完全翻转过来 那么我们不是权威专家 我们没有办法去个人来论断 到底这些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我们现在很乐意去跟踪 去了解这些事情 而不是像有些人像鸵鸟一样 根本不听不闻 不愿意去跟踪了解这些情况 他们简单的就一概回应说 都是谣言 都是阴谋论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主流媒体呢 非常审慎 不大敢报这些东西 但是呢福克斯电视台连接两天 在报道相关的进展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也就是说至少大家还有一些信息通道 能够了解到一些有争议的 发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到底是 是不是可以成为确凿无一的证据 这是需要媒体追问和关心的 如果媒体连这样的这个作用 功能都不愿意发挥的话 要媒体合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工作者 应该有新闻工作者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职业操守 他们不能因为政治立场 政治偏见 而影响了他们对一些最基本的事件 的报道 不管是真是假 你要去派记者去核实 去报道相关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看到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美国呢确实是处于一个 从未有过的 有人说是一个动荡之中 但是社会动荡还并没有出现 有一些小的摩擦 小的冲突 但是呢 确实 美国的选民 美国的老百姓 有明显 或者讲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这一点呢 大家应该能够看得到 所以呢 无论是说是 你赢得了七千万选票 还是七千五百万 甚至七千八万选票 那么对另外一半的对手 你都应该有相当的尊重 而不是视若网闻 就好像不存在一样 好的 我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各位